謝謝 我現在做一個斜槓身分 是室內設計師 那我在室內設計工作上 就碰到不少 譬如說 有一次我一個同事 我們有新接的一個案子 是一個毛沛屋 我就請他去丈量 然後丈量回來 他就要畫在 AutoCAD的檔案上 我說那你把這個檔案給我 那給我的時候 我就不宜有它 我就開始一直設計 就開始設計了好幾個方案 然後每次設計一個方案 就跟客人討論兩三個小時 然後請客戶來公司 然後最後訂案了 家具什麼都訂案囉 要開始要簽工程裝潢合約的時候 還沒簽約之前 就收到客戶的電話來告訴我說 我家這面牆上怎麼多了一個窗戶 還是說 還跟我講說這個格局 這個入門門口好像不對 跟我家現在的方向不對 我說怎麼會呢 我就拿出設計圖 又跟他討論了半天 想半天怎麼會這樣 我們已經討論這麼久了 已經要開始進場 要開始裝修了 結果才發現 原來我那個同事根本 從頭到尾就給了我不對的圖 而且是另外一間房子 那客戶其實他們 是大雞同鴨獎 對 他在雞同鴨獎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嚇到了 最後真的只能跟客人道歉 然後全部預算 全部所有事情 全部要重做 所以因為那個圖的不對 對 都要重開 全部都重完 那妳一定很抱歉 妳一定姿態要比較低 對 我一定 我就很低姿態跟客人道歉 還好 還沒施工 對 妳要施工 對 妳要施工 不下去看怎麼辦 然後我還碰過很多 裝修師傅的這種租隊友 我設計的那個 蓮蓬頭的位置 那個也是小偶爾的位置 是剛好能夠購屋主購得到 人體工學有一個規定的高度 因為那個蓮蓬頭有很多種 結果有一次我去 還好我有去檢查 去檢查發現那個蓮蓬頭的位置 我一站進去那個小偶爾 我要檢查看 那個蓮蓬頭是在我這裡 我要以我的身高 我要小偶爾 我得這樣子 我都得這樣子才灑得到水 對不對 然後結果 我覺得怎麼會這麼低 我就叫來問說 為什麼這個蓮蓬頭 裝得這麼低 然後那個師傅一來 150公分 真的嗎 那個師傅一來 我說 他說他150幾公分 真的 155吧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 對 他用他的方式 就可能夠到那邊 他說你這個 他跟我討論 我說你這個不對 我看你的設計圖怎麼消 我是裝在那麼高的地方 我說我就是要裝這麼高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這個屋主的兒子 是量 190公分高 對 這種 你不是要裝滿嗎 我哭得到達不到 你為什麼會把他 你不是沒人 他快就扔了 你不是沒人 你不是沒人 那麼有時候 你不可以 你不是沒人